自主健康快乐生活 欢迎收听白燕讲堂 白燕讲堂养生殿堂 我是白燕老师 今天节气养生篇 我们来讲大寒如何养生 大寒准备得当 历春阳气就能够顺利的生发 就能够有效的改善 你平常有疲倦啊乏力啊 或者是倦怠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好 先跟着白燕老师 一起来调节大寒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白燕老师会带你 做一个简单的功法 那么如果你是白燕老师的学员 除了你平日已经练的功法组合 这个功法呢 就是加强在你平日的功法的后面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学过 白燕时尚气功 那么就建议你尽快加入 和气书压法的入门课程 才能够让自己慢慢的进入白燕气功的殿堂 然后我们一起把功法的库存来准备起来 才能够因应各种节气的养生 你才会有法宝可以配合练习 那今天的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理论篇 白燕老师会简单的讲解 节气养生的一些重要性 以及大含这个节气的一个理论基础 有法就更要有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理又有法 才能够明白自己 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练功 还有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让练功练得更好 好 那我们先来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功法篇咯 那建议你第一次听的时候 你就先粗糙的跟着做一遍 然后呢 你一定要细致的回来 跟着老师做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那今天 在做这个功法之前 如果你是白燕老师的学员 我就建议你先练过 地环功和龙游升 这两个 要先有过基础会更好 那么第二遍 你在练这个 今天老师教的这个功法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效果更好 那如果你还没有学过 白燕气功的同学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 刚刚我说的这个地环功 就是和气疏压法 就是白燕时尚气功 入门功法的八个功法之一 而刚刚老师讲的这个龙游升 就是白燕时尚气功进阶 就是进阶的系统课程里面的 回春功的十二个功法的功法之一 好 那我们准备开始咯 好 你先找个地方 安静的坐下来 坐好即可 那今天教的这个功法 叫做沉气法 沉向下沉的沉气 气功的气 沉气法 是通过按压 再加上呼吸 能够有效改善 我们下肢循环的一个 简单的功法 非常适合 大寒 就是今天开始 连续十四天的练习 再说一遍 就是从今天大寒开始 连续十四天的练习 好 那我们先来找一个穴道 请你呢 这个左手帮老师找一下 就是大腿鼠吸 你大概可以摸到这个主动脉 那如果你不确定没有关系 只要你把左手四个手指 搭在你鼠吸窝 就是我们坐下来鼠吸窝 就是齿骨旁边这个鼠吸窝 搭在四个手指 搭在这边就可以 那我们的右手呢 要来找一个穴道 叫做气冲穴 它在哪里呢 它在我们肚脐下面 一个手掌 就差不多五根手指 肚脐下面一个手掌 就是五根手指之后 这个你点一下 然后呢 你再向左 再向左 再向左这个旁开两寸 所以是肚脐之下 五寸 再向旁开 左右各一个哦 我们前从左边开始 向左旁开两寸 两寸就差不多两根手指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是 我的左手 差不多四根手指 放在我的鼠吸窝 右手呢 我一样是四根手指 我就放在我的气冲穴这边 放在气冲穴这边 两根其实还蛮接近的 两根手指气蛮接近的 气冲穴呢 是足阳明未进的穴道 那我们今天做这个功法呢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就是它能够有有效的伸展 就是输筋骨的作用 然后呢 散病气 调膀胱 还有这个饮血 就是加强血液循环的这个改善 那么从气血 就是我们练气功的人的角度来看呢 主要是要把这个胃火向下沉降 通过脚底下把它胃火向下沉降消除 就能够有效的这个改善便秘啦 痣疮啦 很多人特别到冬天的时候 在这个节气里面 很容易大便不顺畅啊 排便不干净啊 或者是胃口不好 口气不好啊 还有一些人有这个下肢水肿啊 腿脚不灵活 脚冷啊 腿冷等问题啊 那我们做今天这个功法 都能够有效的改善 今天这个功法记得叫什么 叫做沉气法 好 那我们先来练习呼吸的部分 请你坐下来 然后呢 我们调节一下自己的呼吸 那调呼吸的时候呢 记得我们吸气和呼气呢 这次我们都可以稍微的数一下的拍子 好来先跟着老师 我们安静的坐在椅子上 那记得你坐的时候呢 就坐在椅子的前三分之一 那我们练气功的人 只需要坐在椅子前三分之一 不要靠着后背 好 我们先把手呢 轻松的就放在你的大腿之上 我们把眼睛轻轻轻地闭上 大脑安静下来 我们先来调一下呼吸 让自己放松下来 来跟着老师吸气 呼气 肩膀放松下来 来跟着老师第二次吸气 呼吸 呼气 呼气 腰部放轻松 自然呼吸 第三次吸气 呼气 把自己两脚稍微动一下 放轻松 自然呼吸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 四拍的呼吸法 来跟着老师 我们吸气用四拍 呼气用四拍 那我们先不管你是鼻子 还是嘴呼吸 都可以 也不要去管是否为 腹式呼吸 都可以随便你 那主要是你要注意 呼吸的节奏 那么等一下 如果你坐起来 你觉得很憋气 就代表你呼吸太重了 你要放轻松一下 就是不要大口吸 大口呼 就自然吸 自然呼 只能做到 只要能够做到四拍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准备好 我们准备开始了 来跟着老师 我们准备 预备 三 二 一来 吸 二 三 四 呼 呼二 三 四 呼二 三 四 呼 二 三 四 西 二 三 四 呼 二 三 四 吸 二 三 四 呼二三四 好 放轻松 好 你们发现其实呼吸呢 我们只是把呼吸调的比较有节奏性 我们并没有在呼吸拉长 也没有把呼吸变成任何其他的调节 唯一做的只是把呼吸变得有节奏性 那这样子呢 我们有节奏性的呼吸之后呢 就能够让心跳稍微的比较平稳 好 接下来我们把刚刚找的这个七冲屑 以及我们的呼吸就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先来坐左边 请你的左手按住你的鼠膝 那么右手呢就按住你的七冲屑 好 我们先来练习一下 一松一紧 这样子就是一按一松的这种方式 那你先帮我把左手呢 按住你的鼠膝 按的时候要轻哦 好 不要太重 非常轻的就轻轻的向下按 然后你自己数四拍哈 千不要管呼吸 我们先来数拍子 来 按 按 按 二 三 四 好 松的时候呢就是手提起来 松 二 三 四 只要手放松就可以了哈 手仍然都是放在你的鼠膝 只是呢 只是呢我按 按 二 三 四的时候是按下去 松 二 三 四的时候是手放松开来 好 我们再来做一遍哈 好 来 预备走 三 二 三 四 松 二 三 四 按 二 三 四 松 二 三 四 好 我想你大概能够感觉到老师要你做的这个方法了哈 好 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右手呢 我们就是按在我们的气冲穴这边哈 那我们按在气冲穴这里的时候呢 一样我们用这个按 二 三 四和松 二 三 四来做哈 好 所以你现在左手先放松先不管喽 我们来管我们的右手哈 来 右手放在气冲穴来准备好 三 二 一 按 二 三 四 松 二 三 四 按 二 三 四 松 二 三 四 好 非常好 好 那现在下面稍微有一点点难了哈 也就是说当我左手按 按 二 三 四的时候 左手按在鼠息的时候 右手呢 我就是要松 二 三 四 那接下来我就交替我的右手按气冲穴 按 二 三 四 我的左手呢 鼠息那个地方就刚好要松二 三 四 好 所以就是一个手按一个手松 另外一个手按的同时另外一只手松 大家懂老师的意思吗 稍微有一点点难 但是我们可以试一下哈 那这一次呢老师就不说按或者松了哈 因为是一手按就同时一手松 我们先从左手开始 那老师就只有说来做二 三 四 好 就做 就是我们开始做的意思哈 好 来 准备好咯 好 左手放在鼠息 右手放在气冲穴 来 我们准备好哈 从左手开始向下按开始 来 预备起 坐 二 三 四 换 二 三 四 坐 二 三 四 换 二 三 四 坐的意思就是左手向下按 换的手就是换右手 好吗 那我为了更简单这样好了 我就说 左 二 三 四 就是左向下按 好 然后 右 二 三 四 就是右手向下按哈 右手按的时候左手要松 我们再来做一遍哈 来 准备好 来 三 二 一 左 二 三 四 右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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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好 那记得我们在按压的时候 因为我们按的是这个动脉 你的力道要非常的轻 我们并不是按压穴道 也不是做按摩 也不是做按桥 我们只是调动 用手的这个上下的频率 调动到内气的运行 所以并不需要你按得很深 关键是等一下我们配合呼吸的时候 稍微手移一个上下的启动 其实呢 内气就会跟着启动起来 好了 我们要把手移到我们的右边了 刚刚做的是左边 现在就请你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鼠膝 左手放在右边 同样是肚脐下面五根手指向右旁开两根手指 气冲穴这边 好 来 我们试试看 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这个按压的环节了 同样是从鼠膝开始 所以我会说右二三四 左二三四 右二三四就代表右向下按压 左二三四就代表左向下按压 好 来 我们准备好 开始 来 三 二 一 右二三四 左二三四 右二三四 左二三四 右二三四 左二三四 好 非常好 好 现在你应该还没有太明显的 老师说的什么气向下沉啊 脚会热啊 这些感觉都还没有 因为我们还没有配合呼吸 好 那如果我们开始配合呼吸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效果会比较的明显 好 那我们准备好 要来配合呼吸了 好 我们这一次在做的时候 我们来跟着音乐一起做 好 调节一下自己的呼吸 调节一下自己的呼吸 大脑安静下来 我们从我们的左边开始 左二三四 左二三四 右二三四 左西三四 右呼三四 左三四 左三四 右三四 左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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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三四 四 自然呼吸 调节呼吸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需要下按 呼气的时候 另外一只手向下按 同时一只手放松 好 我们把手放在右边 右边右手在鼠吸 左手在气冲 准备好 右三四 右三五 右三三四 左三五三四 右三三四 左三五三四 三 四 右 吸 三 四 左 呼 三 四 自然呼吸 调节呼吸 一开始没有掌握得非常好 非常的正常 这个需要练习 需要时间回来 再次的听讲 再次的跟着学习 我们再做一次左边 左手鼠吸 右手气冲血 准备好 左 吸 三 四 右 呼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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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呼吸 调节呼吸 呼吸越轻越好 我们并没有做深呼吸 我们只是调节了呼吸的节奏 让呼吸更有拍子 调节奏 好 我们准备好 好 我们准备要换到另外一边 把我们的右手放鼠吸 左手放鼠吸 左手放七冲血 我们准备好做右边第二回合 右 吸 三 四 右 吸 三 四 左 呼 三 四 右 吸 三 四 左 呼 三 四 三 四 右 吸 三 四 左 呼 三 四 自然呼吸 调节呼吸 跟着老师 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吸气呼吸 来放松身体 呼吸吸气呼气肩放松 自然呼吸吸气呼气腰放松 自然呼吸气呼气两脚松自然呼吸 呼气两脚松自然呼吸 慢慢地张开 好 老师相信这样的功法会对你非常大的帮助 那记得特别提醒一些注意事项 有些人在做的时候呢 在反复做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好像手在 手动开启一个向下沉气的开关 那四次到八次之后 你就会轻微感觉到有这个暖流往腿下走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就会开始打嗝啦 排气啦 打哈欠啦 好 然后其实这些都是胃气开始通畅的反应 那有些人呢 接着也会觉得脚底下就开始温暖起来了 就非常的好 这就是你的下肢循环改善的反应 那么另外特别提醒注意事项有三点 那第一点 手下按的地方是我们的动脉 就不能用力 轻轻下按即可 那我们再次提醒 这是带动内气 不是按摩 好 第二点注意事项呢 你的呼吸不要太重 不然就会有憋气和头晕的反应 那如果你在做的过程之中 会有头晕气短的反应 就必须先休息20分钟 也就是说憋气和气短的这种感觉 之后头晕呢 你就不能再做了 你要休息20分钟 你再回来练习 那在练习的时候就要注意 把你自己的呼吸就要放轻了 好 那第三个注意事项 就是每一次最多不能超过左右各 这个四次 就是左边四 右边四 再左边四 再右边四 这就是不能超过这八回合啊 那做了过多 并没有益处 这个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第四点的注意事项 就是你如果还没有学过 核气舒压法 或者回春宫的朋友们 你一定找机会 要把这两个功法学了啊 因为有了这个动宫 你的效果就会更明显 那如果你现在发现练习的时候 是没什么感觉的话 就更代表你非常需要这两个功法 来帮助你启动整个内气的这个气脉的循环 好 那我们联系完毕了 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放轻松 我们继续来听 白岩老师告诉你一些简单的 这个节气扬生的理论 老子在《道德经》里就说了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说的其实是自然界的 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那人在自然界 必须去顺应天地的规律 那你顺应了规律呢 你就会健康 你不顺应规律 那当这个节气在改变的时候 你没跟着它走 你就会慢慢慢慢累积了 各种各样的疾病就会出来了 那道家的这个养生观念里面 我们认为宇宙就是一个放大的人体 人体也就是一个缩小的宇宙 所以节气在转变的时候 就牵引整个的身体的内循环的改变 也影响我们的喜怒哀乐 也影响我们的气血流动 所以如果能够顺应自然 在这个对的节气做对的功法 你就事半功倍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讲的这个功法 就是适合大汗来练的 大汗是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 那在史书上就有记载说 大汗时大汗凛冽 以及顾名大汗也 就是大汗到顶点 日后呢 就是天气开始渐渐的暖和了 当然呢 我们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收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 或我们的学员 节气似乎在你们这个地区 是不明显的 但是人体仍然有这个小循环 有小宇宙 我们仍然也是在这个大宇宙之中 只是节气不明显 不代表没有节气 节气不明显 不代表气场没有改变 这点也特别提醒 你仍然可以按照这样的功法 去做调节 那非常重要就是 大汗是一年之中最后一个节气 是跟立春相交接的 就象征一年的结束 也代表我们这个收藏的尾声 这个时候就代表物极必反 阴极扬生 代表阳气就要准备生发了 好 那我们大汗 从理论上养生注意三个重点 第一个养生重点 就是循环要好 但是不要一直吃补 这个特别重要 我们都说一年的开端在于春季 但是古人其实把大汗节气 当作很重要的运气循环的起点 因为大汗就正值新年头 旧年尾的交接 是一年运气循环开始变化的转类点 所以大汗的节气养生循环 一定要顾好 那顺应季节的变化呢 在大汗之后 你要逐渐减少进步量 适当的增添一些 具有生发性 生散性质的食物 例如你开始吃姜啦 葱啦 或辣椒啦 多放一些花椒 桂皮 紫苏啦 等等这些新温节表 发散这个风寒的一些食物 就非常的适应春天生发特性 做一些准备 那这时候呢 人体内还是有一些内热 所以其实又遇到外寒 很容易造成气血流动不畅通 那就会造成淤堵 然后使得筋 筋骨就比较紧绷 身体比较容易有这个酸麻胀痛 也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这些几率 那如果想要气血运行的比较通畅呢 当然除了保暖以外 非常注重的就是 对脖子后面的保暖 脖子后面的保暖非常重要 这个是有效针对保护 我们特别有高血压啦 动脉硬化啦 冠心病患者来讲 特别重要就是你脖子后面的保暖 以及腿部下面的循环的改善 我们今天工法中的这个气冲穴 以及鼠吸穴的这个一按一松 一按一松 其实就是针对交替进行的过程之中 让脚部的气血向下流 这个沉气法 就是把脚部的热气 这个血流向下 促进腿部的气血循环 那根据这个动则伸扬的观点 我们在加强这两个 这个加强气冲穴的这个穴道的按压 也可以强 加强这个四肢的预寒 强化下肢循环 OK 那大寒养生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背部要温暖 我们背部气血循环非常重要 那背部也是比较不容易碰到的地方 所以呢 多脉啊 膀胱经就非常容易有预渡不通的问题 就很容易造成肩颈僵硬啦 腰酸背痛啦 手脚无力啦 还会连累到我们这个脊椎提早退化 那多脉作为一身之羊脉 大这个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状态之下 要保护它的循环 就是保暖要做得好 那不要让这个风寒邪气呢 侵入到我们的背部 损害我们的阳气 那特别是在冬天 你可以加强这个晒太阳 就是晒背这件事情 那记得要保暖 你要加这个外套啦 羽绒衣了背心什么什么都没关系 但是冬天的时候 你可以找正午十一点到一点中间 去外面晒背五到十分钟 对我们的这个暖背 对督脉和膀胱经的循环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 大憨养生的第三个重点 暖身更要暖心 这个季节呢 是天地间阴气到达即盛 那我们的新陈代谢生理功能 都会处于意志的状态 情绪非常容易有低落 这个时候你可能感觉到 你没有活力啦 好 那在冬天非常重要的是 在这个时节点 要注意静心和收藏 让我们的心情都保持平和 就能够让气血合顺 那让这个不良情绪 不要让不良情绪 打扰我们的情绪 这个心情 那大憨注重的就是 放宽心 睡得好 心暖身就暖 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们 你们年关将近 琐事一堆很多事情 要操劳 又要大手出 要采购 要送礼 要喂牙 又要操持 要回家半年货等等 但是你太过劳心操心 都会容易让各种各样 这种循环的疾病就产生了 所以这个时候充足的睡眠 练功 还有老师特别教你 今天的这个功法 它又是进功 它对暖心宽心 会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所以记得气行则血行 气血行则摆病处 千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 让自己的下肢循环通畅起来 让自己的背部晒暖了 让自己的脖子保暖了 让自己的心情放平稳了 让我们的下半身的循环变好了 就能够让我们的大寒之后 14天的身体的阳气 慢慢的准备到 这个春天的立春 就要开始生发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希望通过这样子的课程 你能够更懂得和天地同步的重要性 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 如果你收听了今天的大寒 下一集老师会在立春的时候 来给大家讲第二节的 节气养生的课程 如果你非常喜欢 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也记得你回来准时收听 那老师特别提醒 这个大寒之后 练功14天非常的重要 14天都加强 刚刚老师教的这个进功的部分 对你会有绝佳的帮助 也欢迎你回来重复听 重复听才能够懂得更深度 好吗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了 白雁讲堂 养生殿堂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